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震別師,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戴馬Sir 本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靜向曬冷氣,點讚分享和訂閱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設性的留言 好了,今節我們就說一下這個 唉,大英首相都是難捱 其實阿成哥一上任的時候,我們都說 他沒有物預期,是真的沒有 因為他比較輕輕地說 卓慧斯在約翰遜手上撿回來的爛攤子 都沒有他在卓慧斯手上撿回來的爛攤子那麼爛 那時候,記得嗎 那時候BNO有些很開心,有些不開心 因為英鎊跌到金 各樣的經濟數據都一般 老實說,很客觀地說 我覺得他做得不算差 真的不算差 你想想,他給英國的那時候 卓慧斯也挺厲害的 做了四十多天,令英國不見了幾千億磅 哈哈哈哈哈哈 即是你說,很難差得過他 可能差得過他 很難差得過他 但是誠哥也是比較困難 因為他現在被人查 因為他老婆有份的一間機構 涉嫌是有利益衝突 當然他老婆當然跟他聯合一氣 即是說命運共同體 不是說他們有份,因為現在在查 真的挺難的 但是還有一個數據就不太帥了 猜不到 全世界仍然在失業率下降或者保持的時候 英國失業率也挺厲害的 英國失業率居然上升 不過有人就說 那就可能見到一些很少頭 失業率上升 不就有機會通脹下降 不是 有這樣的機會,但是 我們也說 如果失業率上升的衝擊可能會更大 沒什麼要做 那麼失業率上升了多少呢 那就是升了0.1% 但是你要知道 他打開了趨勢之後他繼續的話就麻煩了 我們都很勇敢地預測過 其實這個也是常識而已 就是如果你不斷地用緊縮貨幣政策 你壓抑液通脹 但是壓得太厲害的時候 大家都經濟差的時候 請少些人,請少些人就失業率上升 但是失業率上升 另外帶來的社會不安因素也是大 是的 所以又有新危機 失業率就由3.7%升到3.8% 你可能說 很低而已 但是你的趨勢是嚴重的 那麼空缺職位數量 是連續地有下降的趨勢 就是空缺職位就少了 當然你可以說一個銀的兩邊 你可以說會不會等於是這個通脹有得跌呢 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跌的幅度也是不如理想的 所以現在看到失業率都開始上升 其實大家都要警惕 我相信英國是早了 其實很多國家 之後或許都像英國一樣 因為事實上 加息太厲害 所以整個社會都不行了 當然美國之前 也有一些金融官員也說 我寧願他微衰退 我也要控制通脹 但是又是第二個問題出來 所以這個世界很難 你令到微衰退 壓低了通脹 但是沒有工作 我覺得沒有工作 更加糟糕的錢少了 因為你錢也沒有了 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是你連工都沒有了 你最多工人工是縮水 但是連工都沒有了 好像更糟糕 會有很大型的社會事件 是 當然 也是那句沒那麼快的 有一個過程 或許他們未到這個過程 他就控制到了 我們不知道 因為我們沒有水晶球 官方的數據顯示 自從去年年底 英國的私營機構的人工增長已經放緩 這樣可能令到英國央行的利率制定人士 有理由在五月份的會議上推遲再次加息 英國國家統計局其實 昨天的數字也顯示截止到二月份 三個月入面 記住我們全部官方數據 不懂就自己去看 在不包括獎金在內的民營部門平均工資同比 增長了6.9% 不過已經低於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 因為2022年最後一個季度 其實那個季度有多特殊 為什麼呢 因為最後一個季度也包括聖誕節 聖誕節 聖誕節 其實 你不給多一點工資給別人做工 上一個季度就是7.3%的工資增幅 失業率也上升了0.1% 但是公共部門的工資增速 他也挺特殊 其實英國做公務員也挺嚴重的 原來公共部門的工資增速 是落後過私企 但是已經有所回升 難怪他們的公務員經常要罷工 有所回升 不包括獎金的平均工資同比增長5.3% 這樣就比私企少了1.6% 由於工資增速 仍然落後於消費者價格的通脹率 所以上述數據表明了過去一年 推動工資增長的壓力 現在開始放緩 這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一看到失業率上升 傳統上來說也不是一個好消息 是一個危機 原來還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學生是重返職場 選擇不工作或者不去找工作的人有所下降 剛才我們說 這個私企 是叫做工資增幅高於公共部門 有個人說不行 是什麼人? 侯俊偉 為什麼呢? 因為他很搞笑 他昨天說 哎呀 公共部門的薪水漲幅令到通脹惡化 這也是個死循環 他說通脹惡化我要升工資 他說升了工資通脹惡化 有雞鮮還是有蛋鮮 永遠都是難解 現在當然了 英國當然是有罷工 其實罷工最最最最最根本問題就是一個字 淺字 我也不想這樣說 但這就是現實 罷工計劃依然繼續 令到經濟造成損失 由於醫療及教師工會已經制定 可能持續到Christmas 厲害 長馬拉松罷工 現在我當你4月尾 還要8個月 厲害 持續到今年聖誕的罷工計劃 對英國經濟造成嚴重破壞 如果各界這樣罷工下去 基本上都很難走 自從去年6月以來 有鐵路工人 其實他們是波瀾撞闊的 亦都令到很多BNO人有很多怨氣 為何要上班 不用上班 我們經常說 在香港你就說 為何要上班 香港人真的很喜歡上班 如果是 如果去到英國 有些英國人說香港人真的很喜歡上班 假設我不是說全部 不是說全部 這樣都可以 不過他們不懂聽 是 隨著之後有什麼呢 有皇家遊政 護士 救援 老師 公務員 因為 罷工 而造成損失 已經達到幾十年來的最高水平 英國國家統計局 這個調查 亦都顯示 罷工行動 對不同行業造成巨大影響 在去年聖誕節前夕 鐵路工人罷工 就令到旅遊旺季變得很不旺 因為大家擔心 這個也很正常 我罷工 我當然擔心我去不了 所以原來去年也很多人取消他們的預訂 而 郵遞服務的延遲 更加令到很多零售商和一些賣物的企業 大受打擊 正常如果我是 這個online shopping的人士 我也覺得他寄不來 不買了 不過這個調查 亦都發現了部分經濟活動有轉移 而不是被破壞 好像兩個行業 就是一個叫車服務 很貴 一個就是租車服務 因為有些人沒有車 被迫自己開車 沒有公共交通 沒錯 那就令到 因為他們這些交通服務人士就大罷工 他們只會自己搞定自己的交通工具 另外 部分社區的餐飲反而都可以 因為他們不能上班 就在社區附近 下延遮兩杯 自從今年年初以來 對英國社會最嚴重的干擾 一直都是醫院、學校和其他的公共機構 雖然政府和鐵路還有郵政工會的九分逐漸解決 但是這種情況似乎會繼續下去 今年二月各行各業的罷工 已經阻礙了原本經濟一般的英國 服務業的產出 受到教育產業的影響 衰退 衰退1.7% 公共服務業更加衰退1.1% 國家統計局說 英國鐵路罷工可能令到部分民眾 在罷工期間沒有辦法上學上班 如果學校的老師繼續罷工 大多數家長 都是需要減他們的工時 去幫助學生看著 即是看著學生 同時最嚴重的是 國家醫療系統也沒有什麼 叫做見到好的消息 財政大使侯俊偉就說 你們公營機構的人 工資漲幅令到通脹更加惡化 結果最搞笑的是同一個機構出來的 就是看到私人報還工資升得多 比高營機構 如果我是公營機構的話 我不求什麼 我起碼要跟他們持平才行 但是你說持平的話 英國不是很多救銀嘛 大英政府 侯俊偉就說 雖然國家醫療系統罷工 對民眾的健康影響令人遺憾 這句真好 健康令人遺憾 真是受到影響誰要賠 是嗎 不能賠的 如果真的這麼不幸走了 對 人家有什麼急的施手術 患了就沒有就沒有 就死了 但是如果有助於壓制通脹 他就說 對經濟增長的短期打擊是值得的 嘩 他的意思是 我加少你的工資 我也是為了壓制通脹 好厲害 好厲害 大多數經濟學家 原來是不贊成喉俊 關於公共部門薪酬增加 令通脹惡化的理論 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更大的擔憂 是這些未解決的招聘困難以及 停留績停生的現象 即是留績又停生的現象 現在蠶食著 各家醫療系統和學校系統 這樣可能令到 經濟產生嚴重的影響 因為人口健康狀況 對呀 這是真的 人口健康狀況越差 失業的人肯定會多些 因為人們不願意做工 或者沒有能力做工的身體問題 其實令到英國 受到長期影響 而央行行長 卑里先生曾經多次強調 由於民眾健康狀況不佳 不是呀 BNO好像也挺健康 經常駕駛駛這麼遠都不累 去吃雞煲也不累 他們填補不了那些空缺 也是十幾碼 健康有用嗎 有手有腳有用嗎 你填補不了 幫不了手 這個經濟活動減少 這樣才會令到通脹厲害 當然我們看到 現在剛才說的 醫生的罷工其實都蠻麻煩的 這個國家公共醫療系統的數據顯示 這個醫生 初級醫生上個星期為期四天的罷工 就導致超過19.5萬個預約的 一些醫學相關的東西被取消 也暴露了工業行動對病人的影響 侯俊偉說是遺憾 好像普通民眾的健康不關你的事 我很遺憾 唉 難聽些說 好心你裝裝裝吧 國家醫療系統的聲明就說 在罷工高峰期間 原來也挺厲害的 有27361名員工沒有上班 英國國家醫療系統的醫生主任 醫療主任 Steven Powers 就說 取消預約的總數是被低估 另外一方面 現年71歲曾經在大卓爾夫人 當時擔任首尚時 曾經出任政府貨幣供應顧問的 Tim Congdon 他就說 英國央行錯誤地把俄烏戰爭視為通脹的 驅動之一 但是呢 其實最大的原因 我是說老實話 其實最大的原因 有兩個 一 就是脫勾 這個真的沒得說 絕對是一個原因 他們不承認 沒得推 沒錯 第二 就是這個 英國保守黨這麼多年的不在 他是自己保守黨人 他也說一些良心話 事實上 是挺困難的 是真的挺困難的 那麼現在通脹要控制到2%這個目標 我相信都有一段時間才行 有一段時間才行 有一段時間才行 好像我昨晚接機 都聽親戚說 很辛苦 講生活 講生活比較辛苦 因為的確確 雖然英國那些東西 那條計算澳指來說 是算便宜的 很便宜的 但是你計算收入 還有那些人工的升幅 其實真的挺貴的 那現在英國 那說真的 3.8%的失業率 依然是不錯的 就是表現得不錯 但是你有一個明顯放緩的跡象 就是這個就業的明顯放緩 當然央行就認為 這個放緩是對降低通脹的必要 但是必必下的話 你的失業率太高的話 那又是一個大問題 其實很多的歷史事件告訴我們 失業率當然現在不是很高 但是它不斷高到一個水平 就是一個國家動盪的開始 所以我看到 都很嚴重 另外 通脹壓力是否有所緩解 也是 但是依然未達到 預期的目標 下一次會加息 沒有人知道 但是 暫時英國央行的官員 放出來的聲器就是 說 劃許下一次加息的機會是小一點 劃許 希望 大家知道其實都是困難的 現在 就算小弟 說句老實話 每一次加息我都加得很麻木 不是代表我有能力 其實我也是很辛苦 但是 你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我們又不是普京大帝 所以有個人 我記得錄會說 普京不可以決定戰爭什麼時候完 誰說的 不如是其中一個因素 重要的因素 是的 如果他真的說 我立刻切兵 那可能就完結了 我相信這當然是天荒野譚 好 今節節目時間來到這裡 多謝各位 再見